大家好,我是阿昌 今天就講一下油源頭浸的池油 接著要怎樣做呢? 首先就收拾一下那些顯眼的破爛 用什麼收拾呢? 就是用這隻平底漿 記住平底漿是只是做一些木門 或者傢俬的收補才會用的 就不會用來批長的 因為一來它貴很多 而且它收縮得很厲害 所以用來批長,而且很硬 所以用來批長是絕對不適合的 另外再說一下,你買一個新七產回來 就不是買回來就可以用的 我們有個動作叫開封 就是你要這樣拿一雙沙子 去剝一分鐘左右 剝離開封 剝七七,我們通常開單邊 就是只剝一邊就可以了 剝到像白鑊一樣 對,你抹沙子都可以了 這個八五都照用來用 這樣就會把北陀下赤橙 就會因為嘴唇膏了 就會好用很多 對,首先我們把平底漿出來 對,通常我們會混合少許石膏 怎樣為之少許呢 這樣的體積,這樣的石膏 就叫做少許石膏 刮一下它,然後鏟起它 這樣就拌勻了一片石膏 這片石膏就要控制響 兩個字左右之內用完它 因為下了石膏 不然它就開始硬硬地 至於有甚麼洞要收拾呢 唉,我先找得明顯一點 對,這裡看到嗎 看到嗎 是撞粒了的 我們就 這樣按 其實用灰瓷也可以 不過用力一點就輕巧一點 然後這樣刮乾淨 讓它乾淨再撿多一次就好些 如果你冷一點想一浸過 這樣撿完灰瓷之後 就不要刮死了 因為剛剛我刮死的那一刻 一散沙子的洞都會燃出來 這樣一撿灰瓷 就散完沙子的洞都不會太燃的了 對,由於時間的關係 這裏就有一塊 已經撿好灰瓷了 先撿一點 對,這樣散開它 對,盡量散走旁邊的灰瓷 因為你不散乾淨的灰瓷 就會有我們叫龜背的情況 就是一油都油 你看到它在一塊東西 特別高了 所以盡量散乾淨的灰瓷 對,散完灰瓷的地方 就整個門 用一張用過的沙子輕輕地撿一下 撿就粗粒 接著就掃層 對,整個門這樣掃一掃層 接著地上有些層也要掃一掃走它 再加上一掃一掃紙 煎一掃去 這樣就少一點油 接著就拿回上次的油酥來用 這次主要是油框 因為對於我來說 框和門其實是一樣的 但大家好像覺得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次就油框 同樣了,先放一下水 先放一下水 腳輕輕拖一下水 然後再放一下水 接著就可以又油了 你油完這次 可以繼續用水浸著它 因為通常我們對一支油 持有油酥的要求 真的要油到起火那天 起碼要 接著就開波油 這樣也是先刮光之油掃 接著你可以選擇方向 這裡一個面兩個面 全部油進去 接著才是兩個面 或者一二三四個面 一起這樣一路順著 都沒有所謂 都是那一句 粗東西 先油到那隻角 先放一下 然後這個因為它沒有換門 所以磚和門線是差不多高的 所以要輕輕拉一點點 然後拖一下它 然後拖一下它 撥一下均勻的油 池油有樣子 一不均勻 它就 會在你走開的五分鐘之後 在這裡流眼淚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覺 油到好像很漂亮 那樣 但是你試用回來 地上一堆油 就是 你控制 留在框裡的油 控制得不夠好 如果 留了太多油在框裡 在框裡 它就會流下去 不過現在 你喝油池油都沒有什麼用 基本上 都是英雄 沒有什麼用 沒有資地 我都不記得幾多元沒有那個池油 你看你 你初學你不用 你可能盡量撥均勻一點 先說一下 如果阿賢師傅有求你 光明撥 你撥 你撥不下就算了 因為你打工 你要計算 你每撥多一下 你就會用更多的時間 好 接著中間這手 接著另外又說一下 林天青事件 今早看新聞 我作為一個外國人 是會看TVB的 就發覺好像又想 白氏當白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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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對這間意外的成因 之而此 沒有提過 沒有跟進報道 只是說家屬如何得到幫助 得到賠償 最噁心的是 22歲的工程師助理 她媽媽明明有情緒病 然後被工聯會那班人捕出來做大龍方 最慘 拍大合照的時候 看到她媽媽的頭髮髮髮 那個星的髮髮髮 這個樣子很不自然 真的 看得到真是 人家死了一個兒子 還要被你捕出來做 猴子氣 然後繼續推進 所以看樂體彈也是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有很多人說罰錢沒有用 但是罰錢 因為你只要罰到她痛 她就不夠膽 她就會更加注意安全 因為說真的 你地盤的東西 你有很多行人在那裡 經常行行行行行 沒有東西做的那些 什麼工程師 什麼什麼工程師 你便就是應該 要看緊這些東西 但是當你 雖然沒有人要什麼 那就 一句工業以外 就過去的話 這樣這個意外 就永遠都會 不斷意外 就好像做裝修 為什麼 地盤現在都要戴安全帽 不允許用木梯 要擔架 這個又是純粹執法問題 你又看得出 執法問題多麼重要 做裝修就是 沒有人執法 你愚蠢去守法 你就變成傻仔 因為人家站木梯 走過去 三個字起貨 你就要搭那個高度頂著你做的架 然後戴上頭盔 什麼安全帶 當老闆肯給你 你自己都覺得自己是傻仔 所以我也是那句 唯有加強佛則 還有要找 找老闆給我 老闆給我 不用上身的話 老闆給我計算 好 好 去到底部要小心點 拉回線 池油一樣好 這樣游完兩層 就已經 見得下人了 兩層 這個面 一層 對了 我先轉一張鏡頭 對了 兩層 一層 看得出分別 兩層都已經 粗粗地交到火了 這樣游完這邊直身 然後就 游到外面 對 現在當我這樣 我游到下腳 游好了 然後 從上面 我繼續走過去 前面都是這樣拉 對 拉一條線 對 剛才你拉不直 不要緊的 都是 總之一句打膠包尾 就沒事了 打一條膠 好 而且你懂得試位太小 你要這樣 打橫子 游數 不要每次都這樣打直 這樣就會 游得更好看 現在只剩下這塊 三萬半左右 游不到 沒有游不到 不要硬游 就是 這樣 那 是 那 是 那